亚洲航空集团执行长丹斯里东尼费南德斯近来将炮火瞄准航空委员会 剑指这个监管机构拖累国内的航空业 针对这番言论交通部部长陆兆福不想多谈 他认为这都是东尼的个人看法 东尼费南德斯日前细数航委会七宗罪 狠批这个委员会贯彻官僚政策 导致大马航空业一败涂地 还炮轰航委会的成立 反而加重乘客不必要的负担 种种服务费离境税便是最好的例子 陆兆福今天在吉隆坡会展中心出席活动时 自然受到媒体追问此事 但部长只是简单回应 另外为世界海事州主持开幕的陆兆福 也指出大马政府正在检视现有条规和限制 雄心壮志要将我国打造成加油枢纽 为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提供服务 和邻国新加坡分一杯羹 但是最多的时间 所有这些盆栏都会发生在新加坡 所以我们失败在专业的专门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可以利用 因为我们的地区 但我们必须展开整整个组织 在专业的颈奖 在专业的预定 在专业 我们必须给云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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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 此外陆兆福也提到去年推荐的 卖100和卖50月票卡计划 希望在接下来的预算案中 能进一步扩大 减轻人民生活成本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